好,我重新講述我們的主題 就是我們今次的主題是講到 神的聲音、知識而語和先知恩賜 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個基督徒都一定聽到神的聲音 有些人有恩賜的,就會有知識而語和先知的恩賜 但其實這些是每個人都可以培養的 而耶穌是說了的,約翰福音十章二十七節 就是我的羊聽到我的聲音 我都認識他們,他們跟著我的 這句說話是很特別的 因為人不能夠做這樣的應許 譬如說,我答應你們 你會經常聽到我的聲音 那你回家說,我睡覺,我聽不到你的聲音 我去了哪裡聽不到你的聲音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著你四處去 但耶穌能夠答應這件事 我們去到什麼環境,無論去到哪裡 都會聽到神的聲音 這是一句很特別的應許 耶穌答應我們 即是神才有這個能力 能夠說這個應許 能夠實現的 就是隨時聚地 我們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即是神是無所不在 第一,他是無所不在 第二,他知道誰是屬於他的 他能夠跟他們說話 他們能夠收到 譬如,人可以跟別人說話 有時甚至你聽到我說什麼 譬如有時我講道 你聽到我說什麼 不過你可能收不到 即是你聽完可能不記得了 即是我的聲音未必去到你那裡 但神的聲音是可以去到人那裡 這就是神能夠發出聲音 讓人可以收到的 當然有很多人收不到 是因為他不聽神的話 但是神要的神 神用他的權能 是可以令任何人都聽到他的聲音的 接著就是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一起讀一下 他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审判自己 責別自己 因為很多人就說 我沒有聽過神的聲音 這個聲音未必是聽到有聲音跟你說話 有時有些人會聽到 有些人會聽到真的有一把聲的 這個是有些人的特別的恩賜 但有很多人只是收到意念 而最多最多 每一個基督徒都會收到這個意念 就是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审判自己 責別自己 就是說你犯了罪 為罪就是為了我們所犯的罪 為義就是為了應該遵從的公義 義就是神的戒命 遵從神的戒命 我們為了應該遵從神的 以及為審判 我們將來要接受審判 我們每個人都要接受審判 我們所有行為都要供出來 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即是我們不是只信耶穌 而是我們有沒有跟從耶穌 到時就會供出來 我們會為這些 而自己責備自己 這個就是聖靈的聲音 大家有沒有經歷到 當你犯罪的時候覺得不舒服 有幾多人會有這種經歷 凡是真正得救的人 都會有這個聲音 凡是真正得救的人 都會有犯罪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這個就是神在裏面做工 神在裏面感動的 所以這個是個基督徒都留意 你留意這個聲音 你就慢慢留意到其他聲音 就是說當你犯罪的時候 你感受到那種令你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你留意 還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那個聲音 是不會就這樣走下去的 譬如你做一件錯事不好的 譬如說你生氣一個人 你不肯言說他 或者你說謊 或者你喜歡一個 你不應該喜歡的異性 你的心中 你的心可能就很想喜歡他 但是裏面那些聲音是一路堅持的 你和神關係一路有的話 他一路會堅持 他不會讓步的 他會一路提醒你的 但有些人就會壓抑了那種感覺 譬如說 神說你搖說某一個人 但有些人就會壓抑了 我不能夠搖說他 因為他太差了 就會不理會那個聲音 這樣的時候 他對於聖靈的聲音 就會沒有那麼敏感的 是很多基督徒都會有的 就是他就會不聽某些聲音 不聽某些聲音的時候 他也得不到神的一些 他的力量 他的喜樂 他的平安 他會得不到神 在他生命中做的一些工作 那 就是首先我們留意到這個聲音 你留意到這個聲音 你就會在其他時間 就容易留意到的 那譬如我試過這種聲音 提醒我 有些情況 是真的很快的 非常快的 我試過 一班同工在那裡分享 是不同教會的 其中有同工分享 是很好的 有同工分享 我聽起來比較平凡一些 我聽到 我就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我心裡就說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當我一想 沒有什麼特別的時候 立刻裡面就有意念了 你是誰 不是你改變他 是我改變他的 你的改變都是我帶給你的 你沒有權去批判他 那我立刻就有這個意念 我立刻就說 神啊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應該看少任何人的改變 雖然他的改變很實 但是 這個是神 神的工作 也是他的責任 不關我的事 我應該看到他有改變 我就應該感謝神 那我立刻就有這個意念 我也試過行過教堂 因為他們對於聖靈工作 不開放 或者抗拒 他身裡面 就是有一種不喜歡的感覺 神又提過 這個教會都是神的教會 神在裡面做事的 雖然他有抗拒聖靈工作 不過聖靈也是一樣做功的 即是他沒有給聖靈充滿他 但是他一樣有聖靈做功 那他就提我 我立刻就改變了 我走過教會 我就祝福他 這個就是神給我的提醒 那也都曾經試過有人逼迫我 我心裡面就有一些意念 就是說 他將來要接受神的懲罰 審判 但是呢 神又給我的意念 你不要想這些意念 你是祝福他 那我就想到他 我就祝福神 你有一天 你見面的時候 他是蒙福的 他是悔改的 他走回神 總之走神的路 按照他的方式 未必按照聖靈充滿的方式 總之按照他的方式 他做了神吩咐的事 那神這樣提我 那我就這樣祝福他 即是這個 大家我不知道 你有否留意到 有時是一些大罪 我們會留意到 有時是一些小罪 一些小小的事 神又會提醒你的 或者神提醒你 你欠誰人的錢 你聽到 你就還給他 你對某個人 做得不好 你聽到 你就留意 你就回應 當你這樣留意的時候 或者神說 你沒有什麼親近我 你沒有什麼 聽我的話 當我講的時候 你可能立刻 已經想到一些事情 因為神會透過 講道 會跟你講話 他立刻會提醒你 因為我不知道你有什麼問題 但聖靈會提醒你 聖靈會告訴你 你有什麼需要改的 他就會跟你講話 你就留意那個聲音是怎樣的 他就會提醒你 那你就立刻回應 那神就會繼續跟你講話 你就會繼續收到 更多更多聲音 所以這個是 是神講話最多最多的 就是最多人收到的 這種方式 為什麼這麼多人收不到 是因為很多人 不知道神已經講了話 因為他 他反正不知道神跟他說話 或者神提他 你搖鼠 你做什麼 你聽到的時候 神提你做什麼 他聽到 但是他沒有做 他沒有回應 他不知道是神講話 他只是覺得 是這樣的 回到教堂會覺得不舒服 他不知道 這就是聖靈的聲音 所以我們要學習 留意神的聲音 何時留意到神的聲音 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聖靈在每一個 基督徒心中 做工的程度 是我們很難以分得開 我們和神的工作 是很難分得開的 根據《弗勒比書》二章十三節 我們一起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句說話很特別 這句說話當然不是說 你所有立志 譬如有些基督徒 他立志要罵人 這就不是聖靈在他身邊運行 他立志要愛神 他要聽神的話 他要回應神 他立志 並走出來 都是神在他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即是說 那個人就以為 我想要傳福音 怎麽知道 原來是神在我心裡 令到我會立志行事 是神在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即是成就神的心意 神就在我心裡運行 令到我們會有這個心意 這就是神很特別的能力 因為人總是覺得 是我想出來的 是我聽 即是我自己覺得 應該做所以我做 但原來我們跟神的結合 是在神學上有個名詞 講到是一個mystical union 是一個很神秘的聯合 即是我們神跟我們的聯合 是一個很神秘的聯合 就是聯合到的程度 你都不知道原來是神在做的事 這件事的確是很對的 即是很多時候你會有感動 你會想做那些事 譬如我們那時去坦桑尼亞的時候 我講到宣傳為他們 建造這個主一學的建築文 真是神的感動真是很快 很多人就很快去回應 很快去足夠 我起初還以為足夠過頭 我還叫到人 我說不如你們不要再奉獻給他們 因為已經多過頭 後來發覺不是 後來發覺為什麼不是呢 原來總之他們還需要更多的數目 是因為政府的要求 政府的要求和其他要求 政府也要求他們做的廁所要大一點 於是額外的人 本來說他們不用奉獻的數目 他們奉獻了 我說用在其他行不行 他說可以 但後來結果又用在其他行不行 因為那些數目就是補足這個數目 這都是神的預備 神感動足夠的人 去為他們的奉獻 他們做的時候 他們都不知道是神在做事 在感動他們 譬如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有這些掙扎的內心 有時候有些人不舒服 今天可不可以回教堂 今天奉獻可不可以這個數目 有些什麼可不可以做 我們都會有很多這些意念 在我們裏面出現 在這裏出現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 有些會不聽話 真的基督徒會不聽話 他就會不遵從神的吩咐 當他不遵從的時候 聖靈又提他 聖靈提他 你要悔改 但是當他聽話的時候 他做了他都以為是自己做的 其實是聖靈造工的 其實神的造工 在神的全能 神的造工是不需要這個人的合作的 神是可以直接令到這個人想做的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希律王 希律王是殺嬰孩那個人 即是耶穌出生的時候殺嬰孩那個人 但是這個人是神感動他 遵照聖靈的吩咐 但耶穌第九章 二十六節開始那裏講到 耶穌三人要重建 然後基督要來 然後基督回來 去到這個聖殿那裏 然後這個聖殿就會被毀 這個經文就是希律王 因為那個聖殿重建了很久 但已經殘了 但後來他又會聖靈感動他 你重建 他就感動他就照做 他都不知道是神感動他做的 因為這個是神的全能的能力 跟我們那種感動不同 我們那種是神的恩典的感動 基督徒是神恩典的感動 是有基督徒的合作 因為我們的心都會想的 譬如你傳福音 你不要說聖靈叫你去 那你就去 但你完全都不想的 不會這樣的 是同時我們都想的 而希律王 他當時來說 他不是同神 他沒有這個心 跟神合作 但是神會感動他 讓他有這個心去做的 希望神感動我們 不是好像感動希律王那種 而是感動基督徒那種 我們有很多時候 你留意一下 你會留意到的 你很想去向某個人傳福音 在裡面有一種提醒 很想去怎樣侍奉神 很想去奉獻 或者很想去做某些事 其實很多時候是神在做的事 你留意呢 你就會留意到這種聲音 你多留意你就會知道 神跟我們很近的 神在我們裡面運行 為了承就他的美意 神怎樣運行 叫我們立志行事呢 這件事就是需要我們去留意的 我們需要留意神怎樣運行 我們就熟悉了 我們就熟悉了 這裏呢 我們的圖就是代表聖靈一邊運行 聖靈的火 聖靈的甲子 其實呢 我們首先知道聖靈不是白甲來的 聖經講到呢 聖靈好像甲子 好像 因為它飛下來的時候 好像小箭這樣飛下來 好像有些白甲飛得很快 所以聖經裡面就記載了 好像甲子 就不是真的有隻甲子 飛到耶穌的肩頭那裏 不是真的有隻白甲飛下來 而是神的靈下來 好像甲子那樣飛下來 好了 為什麼很多人收不到 首先我們兩個經文 就告訴我們 三個經文 我們羊聽到我的聲音 我認識他們 他們跟著我 聖靈來到 叫世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你責備自己 另外就是 立志行事 都是神 我們心願運行 我要成就祂的美意 就是告訴我們 神在我們裏面做功 這三個經文已經告訴我們 其實還有更多經文 不過這三個最基本的經文 告訴我們 神是跟我們講話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收不到呢 我形容就是 神有神的頻道 神的頻道 人習慣的世界的頻道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 戀愛 手機 被手機綁住了 電視 錢 就是世上喜歡的 那些頻道 就很容易收的 就是世人就經常在這些東西裡面 基督徒都有很多 在這些東西裡面 經常就在一些煩惱 很多的問題裡面 當人越在煩惱 就越收不到神的頻道 越在神的頻道 心裡平穩安靜 他就越收得準確 就是有些人真的收得很準 這是很奇妙的 我們中間 信玲 都在很多時候收到神的聲音 Maisy也收到很多神的聲音 以前我們有一個同工也是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宣教的時候 他們跟我們說 他說 你就聽到報告 一會兒去飛機場的車 來到會報告的 報告的時候 你就出來 我們就聽到他說 飛機場的車現在到了 我們就出去 出去了 看到一堆人 然後他上大車 上大車 走到一半 他已經收到神的聲音 他馬上說 這車不是 耶穌跟他說 這車不是 那我就說 你不如問一下 那些人 問一下 那些人說 不是 這輛車 旁邊那輛才是 有一個遠一點的 小輛車 有幾個走去那裏 其實他報告兩輛車 我們就聽到一輛 因為我們心裡 就是想關心 去飛機場 所以收到一輛車的聲音 走進去另一輛車 那麽耶穌立即跟他說 我們已經放下行李 立即扭開 拿回行李 走去另一輛車 那這就是 可以神跟我們說話 說得這麽快 那麽我們都 接觸過不同的人 有時有些人 一見到我 立即試過 又跟我說 你現在受到攻擊 他都不認識我 立即會跟我說 給我聽 就是這個 神真的跟人說話 但這在乎 我們收 有收多少 所以 一個人 越在世界裏 他就越收不到 他越是 譬如一個人 經常掛念戀愛 他收不到聲音 我們前一陣子 有一個人想我幫他 想我幫他 就不是那個女生 而是他的親戚 他親戚跟我說 他現在的女生 喜歡一個男生 這個男生很有問題 那個男生有什麽問題呢 有幾個女朋友 那個女生發現了 有幾個女朋友 並且女朋友 都不知道有幾個上床 在教堂裏面 這麼嚴重 在教堂裏面 但是那個男生 表現出很熟靈的 就說很多活動 參加很多活動 但是這個男生 又對於牧師 又不接受 他說 牧師說這些都不用聽 很不尊重 其實這樣已經足夠 但是這個女生 總是聽不到 我們勸他 就是說 你這樣的時候 你一定會受苦 你一定不行 但是他總是堅持 結果我一直引導他 去了解他的情況 有什麽原因 為何他這麽喜歡這個男生 他就說 這個男生現在真心去喜歡他 但他其實跟他喜歡的時期 也同時有喜歡另一個人 原來 有同時喜歡另一個女生 的時候 已經又告訴他 我喜歡你 其實這些說話 都是令到 即是說 很不可信的一個人 但是他依然 堅持跟他在一起 結果那個親戚 跟他聊天 聊天 都沒有聊 為什麽呢 因為他不再聽他說話 他那個思想 太過在戀愛 那裏 他不是收到神的聲音 神都會提他 不是這個 你不要聽 你不要跟這個 這個不對 這個 就是跟這個路 雖然在人來說 起碼有一個男生好過沒有 這是世人聲音 有一個男生好過沒有 但不是有一個男生就好 有很多人結婚都很苦 很苦 如果他認識 很多人結婚都很苦 不是一定結婚就好 但他不肯聽的時候 人說什麼 神講的聲音 他都收不到 神會透過人說話 神也透過聖經說話 神透過聖靈說話 神透過聖靈說話 但他全部都收不到 因為他心裡 習慣了被一些影響 希望大家的心裡 看重神 有一個原因 為何人不喜歡聽神的話 因為他覺得神的計劃 沉悶 他覺得沉悶 沉悶 辛苦 困難 要聽話 不能夠做完你喜歡的事 這個全部都是誤會 他覺得 行神的路 就是受苦 不好的 但其實神的路是好的 神的路是無福的 他真的因為神是掌管一切 你想想你世上喜歡的東西 你有幾樣東西喜歡的 你喜歡吃什麼 那些哪裡來的 是神那裡來的 你喜歡的那些什麼東西 都是神那裡來的 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的 有些人以為神那些是很悶的 神為我預備的配合 是很悶蛋的 那些很悶的那些人 沒有興趣的 但其實神都做了很多很活潑的人 其實一個人在神裡面可以很活潑 所以我們就不要有這種觀念 神是悶的 或者神是不開心的 神是很清苦的 其實神可以叫人很富足的 當然也有清苦的人 但我們不是追求富足 所以信耶穌 追求世界都不一定是富足的 所以我們分裂 不要對神有一種誤解 另外就是深信神的意念和路 比我們高很多很多 高到不得了的 二塞書五十五章九節一起讀 天怎样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即是神那種高度是跟我們沒有得比的 我們沒有想像 是沒有想像到的 為什麼人呢 人是想怎樣想 前面的錢是怎樣搞定 經濟 家庭 婚姻 拍拖 怎樣搞定 工作怎樣搞定 即是我們想的是這些 我們以為 即是我們可以掌管 但這些一切其實都不是我們掌管裏面 我們就很想這些東西 能夠得到解決 能夠處理到 但在這些路上走的時候 有時候人呢 好像什麼呢 好像憂人那樣 捐來捐去呢 很辛苦 好像找不到出路 前面好像很 就是 抨合一片 很多困難 有時候會是這樣的 但當人知道神是長官的一切 他可以看得很光明的 神一定有出路 其實我自己經歷過很多困難 在很多困難的時候 在我心裡說 神啊 求你為我開路 其實神是感動我 怎樣感動我呢 我一定為你開路 你放心 你輕省 我是有這些意念的 那我就一直在這裡 輕省 倚靠神 到了時候 神又為我開了一條路 但這條路呢 就不是很久了 可能幾個月 或者一年而已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說神啊 到可能明年今日呢 我就知道下一個計劃是怎樣的 因為那時候有不同的供應 起初的供應只是一段時間 然後到那個時間結束 神到底是怎樣供應呢 真的到那時候 又有神的供應 就是這樣一步一步 神就為我開路 直到現在 我很感謝神 神讓我能夠自由 去不同的國家 去祝福很多人 並且讓我很多教導 回到香港之後 神就提升我 在不同的教導 神有祂的路 這條路是超越了 但神一早已經啟示有些人了 我以前有個教友 為我祈禱的時候 她說 將來你會 那時候我會離開香港 我是很傷心的 但她說 有一天你會回來 逼了你不只回來 你會去全世界四位去 是我一個教友 告訴我 而這個教友和她的太太 是她未認識我之前 又是發夢見到我 兩個人 我今次去到宣教 又有一個人 她說我上次去 和今次去 她也有發夢見到我 又是很神奇的 她又是發夢 她就說 她一直呼求耶穌 耶穌 耶穌 她不是看到我人的樣子 而是她 她第一次又是這樣 她在呼求神 她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在夢中 她的樣子 她已經看到神的造工 如果我計算數 已經有九次 即是九次有人未見到我 已經發夢見到我 這是神的特別的因點 因為神真是很奇妙的 神真是有很奇妙的路 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你經歷過神 或見到別人經歷過神 你相信神真是會造工的 神真是很奇妙很奇妙的 祂的路高過我們的路 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我們人能夠做到的 只是去到某個程度 但是神去到的 是一個很高的層次 那個層次是非常美好 只要你聽祂的話 親近祂 信教祂 親近祂 遵從祂 侍奉祂 祂就會將這條路走出來 這條路就會超越你一切 所想所求的 所以你想領受這些意念 是什麼呢 你願意走這條路 祂就會給你下一條路 你不願意走 你就收不到 你會收不到的 你願意走一步 跟著下一條路 譬如你都未願意侍奉 神怎會說你將來會去宣教 不會去得到 他一定 首先是我們處理好生命 你走到一步 你幫你隔壁的人 你幫完隔壁的人 幫到更多人 你參與了教會的侍奉 然後你才能夠提升 有些人 不是個個都是做宣教 不是個個都是做侍奉 不是個個都是傳導人 但是每一個人 神都有條路 當你聽神的話 你的路就無福 那你說 我不是傳導人 那我不聽神的話 都不要緊 但是你不聽神的話 你一樣會受苦 你一樣會 在你的困難之中 你會尋找答案的時候 你找不到條路 但是神是會為你開路的 我希望大家 會看到神的路是最好的 超越了一切 但是神講話很多時候 透過微小的聲音 因為很多時候 人 有些人真的聽到很大聲有的 有一個香港傳導人 叫王謝 王瑞君牧師 他告訴我們 他第一次聽到神的聲音 他在逛街 其中一次 或者不是第一次 他逛街 他直接聽到瑞君 即叫他的名字 在後面叫他 他立即聽到神的聲音 有些人真的很特別 他聽到神的聲音 但多數人聽到神的聲音 是微小的聲音 亦都在歷史上有很多的修道士 有很多是天主教的時候 他們就在修道院裡面 很長時間祈禱 當他祈禱長時間 他就發覺有時候 會收到一些意念 神跟他講話 這就是很多時候 微小的聲音 列王基相十九章十一節 一起讀一下 耶穌說 你出來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時耶穌說 從那裡經過 在他面前 有列風大作 崩山碎石 耶穌說 卻不在風中 風後地震 耶穌說 卻不在其中 地震後有火 耶穌說 也不在火中 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以利亞聽見 就用愛衣夢想念 出來站在洞口 有聲音向他說 以利亞 你在這裏做什麼 他在這裏 他在山上的時候 然後說 經過了 在面前 有列風大作 跟著 崩山碎石 但是 神不在風中 然後有地震 神又不在地震 然後有火 神又不在火中 然後有微小的聲音 他就 因為他知道神在這裏 他就很害怕 他就用愛衣 蒙上肺 他的臉 出來慘 站在洞口 就有聲音跟他說 以利亞你在這裏做什麼 神就呼召他 神其實跟我們說過很多次 問題是你收到多少 我們心靈安靜才容易留意到神的聲音 即是說 一個人 繁忙和煩囂 猛症怒嘈激氣 擔心憂慮 是很難收到神的聲音的 以賽書三十章十五節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警治不幸 然後 針言十四章三十節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疾度是骨中的扭難 針言一章三十三節 唯有聽從何的必安而居住 得向安靜不怕災禍 這裏都是講到安靜的經文 神曾經說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即是說在安息中得救 其實那個中文翻譯都比較難用 你們得救在安息裡面 即是你得救會令到你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穩安靜 在平穩安靜中你會得力 你發覺當你很繁忙的時候 人是會急會猛會害怕會擔心 但是當你平靜的時候 你會容易得力 你祈禱也是的 如果你經常急著 你就會很難得力 但你的心放鬆 你的人便容易得力 針言十四章三十節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當你的人安靜的時候 你的肉體就有生命就有力量 但如果你的心不靜的時候 你全身好像被咬 好像一個人不舒服 不開心的樣子 而直到是骨中的扭難 心中有不開心 就會將整個人都好像令到他扭難 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 如果聽從神 即是說不只是信靠神話 是聽從神 忠從神吩咐 人就會安靜 你越聽神的話就越安靜 而在世界裡面就越煩囂 所以我們盡量都不在世界裡面的東西 而在神裡面 你的人就會平靜 你就會平安輕鬆 我們有平安靜 享受神的心態 即是在平靜之中 一路享受神 親近神都想著享受神 CV131篇第二節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再怕母親都懷中 我的心在我裡面 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就是好像一個斷過奶的孩子 為什麼斷過奶的孩子呢 因為斷過奶的孩子 就不只顧著喝奶 他已經 即是他不需要 不是媽媽一抱 就只顧著喝奶 他就是在媽媽那裡 他喜歡和媽媽一起 或者神那裡都是一樣 喜歡和神一起 我們就會平穩安靜 整個人就會有力量 享受神 喜歡神 所以我們想到親近神 不要只想著求什麼 而是想著我們現在來享受神 和神一起有一個安靜的時候 有些什麼令人不安靜呢 左手邊這裡 吵架 發怒 人家罵完我們發怒 或者我們罵人 怒氣 煩惱 指控 被人指控 或者我們指控人 喜歡看電視 手機 下面這個圖畫 這一個就是 可以說是全世界 差不多最美的女人之一 伊莉莎白太郎 她說什麼呢 你很驚訝 她寫什麼呢 她說 I don't like my voice I don't like the way I look I don't like the way I move I don't like the way I act I mean period So you know I don't like myself 你很驚訝 她會這樣說 她說我不喜歡我的聲音 我不喜歡我的樣子 我不喜歡我行動的方式 我不喜歡我做戲的方式 我意思是period period 在美國的意思就是 period就是句號 在英國就是food stop 在美國就是period 即是說是這麼多了 我就是不喜歡這麼多 所以你知道呢 我就是不喜歡我自己 那你說 我搞錯 這樣也有的 全世界都知道 多少人喜歡她 覺得她很羨慕她 但她會不喜歡自己 因為人如果是追求自己 她可以很不喜歡自己 別人可能很不明白 因為她的滿足在她自己 其實她 等等 我忘記清楚數目 她好像結婚八次 跟她七個男人 因為其中一個她結婚兩次 即是離婚一次 後來又再結婚 但總之她一生都是很不開心 其實很多人 她誇擾她自己的事 反而她不開心 好了 甚麼令人平安靜 就是神的同在 是令人平安靜的 神的恩典 即是傾倒下來神的恩典 耶穌的救恩令人開心的 自然界中 神做的事 都是令人開心的 太陽與水 教會是令人開心的 當然教會有時候 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好 但教會整體上 按照她 神給她託付 她傳人福音 幫助人信仰這方面 是令人開心的 我希望我們的教會 是更多令人開心的 食物是令人開心的 其實食物是我們可以享受的 我們的健康 雀仔、動物、自然界 這些一切都是令人開心的 其實你去自然界中走走 是你的人會平靜很多的 你吃東西的時候享受神 多謝神 你都會自然 即是人會開心的 西法文書三章十七節一起讀 因你歡欣喜樂 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 而歡呼 是說到神 祂因為我們而開心得不得了 祂默默地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即是神經常在愛我們 當我們知道神經常在愛我們 我們的心就會平穩安靜 人就會鬆 即是聖經的話語 這個代表聖經 聖經的話語告訴我們 神很喜歡我們 很疼我們 體從我們 我們就會很歡喜 注目在問題 煩惱是揮之不去的 注目在問題 當你看問題 當你看這些東西 人的指控 人罵你 心裏面的傷心 做工的時候有些不開心 你就有很多很多問題 注目在神 煩惱就少很多 如果注目在這些事上 就有很多問題 但是注目在神 煩惱就少很多 西書3、1、12、1制度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聖經說 不要這麼去想地上的事 但是人通常就是萬能想地上的事 那些事都要想的 是的 要想 想完就不要想 即是你不用日夜想的 你想來想去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大改變 你想了解決了 你說我怎樣解決 這件事我就放手了 不要再想了 例如做工一婚 那你想一百次都是這樣 那你想到的策略 好了 那些人對你不好 我們就只能夠說 我不太給他影響了 我放手了 那些人有些難相處 我想想怎樣跟他相處 我怎樣在公司做工做得更加好 這些我們可以想了 想了就算了 就放手了 這樣就不用再想了 有些人在相處的時候 有令我們不開心 我們再想都是不會再改變的 我們就想通如何給他影響 基本上就是說 垃圾不要吃 不好的人的說話 不用放在心上 不好的人的行為 不用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我就要受苦 所以我就不去思念他們 我去思念神 因為思念神就是恩典 神的恩典就會下來 人就會開心 所以這就是選擇 我們想些什麼 我們就變成什麼人 分辨有問題的人 我不需要給負面的話影響 詩篇118編第六節 有爺華幫助我 我必不具大意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就是說 神幫我 我不用怕的 人能夠做到什麼 人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拿走神給我計劃 神不會 人沒有這個能力 拿走神的計劃 我用的比喻就是 污水和清水 你看到兩種水 如果你很頸殼 譬如你去到一個地方 頸殼到不得了 有兩個水的來源 一個是污水 一個是乾淨水 你去哪裏喝水 你想我教你 不用教 誰人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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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去那裏喝 當然去那裏喝 我們好自然不會這樣 但人的東西就不是 人總是去那裏拿東西 那些不好的人的說話 就晚了記著 那些不好的說話 整天天夜想 反覆思想 神的說話 就不是反覆思想 神的說話 就想完聽完 就沒有興趣了 所以就沒有放在心上 我們應該多些 給神正面的影響 那人就平穩安靜 你想聽到神的聲音 一定是平穩安靜 怎樣讓神醫治我們 我們便能夠平穩安靜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是被神所愛的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神為我預備美好的前路 神會供應繁求神國度的人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我不需要因環境而苦惱 這裏就是怎樣有平穩安靜的心態 就是我是被神所愛的 我是神所愛的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這些是否真的 一定真的 一定真的 神一定愛我們的 神一定有奇妙計劃 幾困難都好 你幾困難都好 神是有計劃的 神為我預備美好的路 那個問題是你想要入 你想入的話 你一定能入到 只要你聽話 一定能入到 神會供應繁求國度的人 神國度的人 神就會供應你 那下面就處理了 深色的部分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我不需要因環境而苦惱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不需要被環境影響 這就是基本上 處理這些問題 好了 這些問題就不要停在那些地方 什麼地方不要停呢 我的困難 你已經想過了 想完就算了 放手了 我的憂傷 發生過了 已經憂傷過了 那我就不要再繼續想 那些憂傷了 憂傷不會醫好我們 人的不好 再想又是幫不了的 困難的環境又是想又是幫不了的 我很難親近神 有些人的確是這樣 好了 那怎樣改變呢 就是時時去想這些意念 盡量停留這些意念 神在愛我的 神有奇妙計劃 神在幫我 我是寶貴 我享受親近神 有些人可能覺得難呢 你就是 宣告神的愛 愛著我們 神在悔著我們 我多謝耶穌 我感謝耶穌 你就開始發覺那個人 就會有平安 有更多平安 有更多力量 你用聖經的說話 聖經是 當你未能夠用到靈祈禱 你就用聖經的說話幫你 因為聖經的說話 帶有很多應許 首先你肯定聖經是神的說話 其他網上我都有教導 證明聖經是神的說話 你就堅定相信 然後你就觸實這些應許 你觸實這些應許 來祈禱 你就會經歷到神的幫助 安靜和聽神的聲音的難助是什麼呢 第一 就是不願意親近神 不願意順服神 就是說 不肯聽神話 又不肯親近神 這樣的時候 就會收得很少 曾經有一個人 以前在我初期侍奉的時候 他在教會裡面 後來離開了 我有一次見到他 我說 現在你沒有回教堂 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他說我初期都有 不過現在沒有了 我提他 這樣其實很危險 就是說你已經開始覺得沒什麼感覺 開始的時候 他覺得不舒服 聖靈提他 但是他慢慢說 很多藉口 人也不好 教堂也不好 都得不到幫助 這樣的時候 他不願意親近的時候 他就得不到力量 還有對人不服氣 這三個部分 神 對神不願意親近 不願意信服 對人不服氣 內心繁忙 經常掛著手機 經常看電視 這樣的時候 他內心繁忙 人就會很難安靜 很難聽到神的聲音 長時間怎樣做 就可以得到更加安靜 就更加容易聽到神的聲音 一起讀 長時間安靜敬拜愛護神 宣告神愛自己 讓聖典的教導入心 盡量留在輕鬆心態 享受神的奇妙 處理生命 這裏就講到 長時間安靜敬拜愛護神 即是長時間 感謝天父 耶穌真的好 安靜地 這是講到怎樣更加容易聆聽到神 在聆聽神的時候 你的敬拜 你就不要太過激那種 但你可以激完又可以 你可以激完又安靜 你長時間安靜地敬拜 多謝天父 天父你珍我 感謝耶穌 主耶穌你珍我 即是長時間安靜 宣告神在愛我們 神在愛我們 讓聖經的教導入心 亦可以思想聖經 你不要思想很多 一次一句 你就不斷思想 煩勞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耶穌那裏 就可以得安息了神 我願意來到你那裏 放下我的煩惱 求耶穌給我 現在有安息 在你裏面有平靜 即是任何經文都可以 盡量是一種輕鬆心態 不用緊張 神會關心你的事 不用緊張你的工作 前路 什麼問題未解決 不用緊張那些事 又享受神的奇妙 神真的美好 我享受祂 又處理生命 生命有什麼煩惱放下 然後放下自己的煩惱 我自己是放一張照片 即是看那個時候 我講信息的時候 因為我有時講到 誒… 感謝耶穌 我剛剛摄錄機 就看到我這個照片 我覺得那個表情很輕鬆 我們都嘗試在神面前 很輕鬆的心態 安靜等候神 深信神會說話 但不要求神 怎樣對自己說話 即是你不要說 神你要這樣說 我要你告訴我 要你告訴我 要你告訴我 你不用這樣說 神是不是這份工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我們可以求 但你不用整天說來說去 你整天說來說去 你就是神 你都不說 你都不告訴我 那你的心就會瘋了 即是我很想 我喜歡這個男生 我喜歡這個女生 我的心很喜歡很喜歡 你慢慢去想這件事的時候 你的心就會亡亂 我們就不用 神一定要怎樣說 詩編內疑編第五節 我的心啊 你當默默無聲 尊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這兩個經文都是講到等候神的 詩編一八三十篇第五節 我等候耶穌說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人說 我的心等候主 聖於守夜的等候天涼 聖於守夜的等候天涼 這兩個經文就講到默默無聲 我們不用一定要說很多東西 是這樣的 尊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從他而來 我們等候神 神會帶領我們的 而第二個經文就講到 我等候耶穌說 我心等候 我仰望祂說 我心等候主 聖於守夜的等候天涼 那他這個形容 即是有些人 那些守夜看奸 看夜奸那些 看夜奸那些 想快點天光 快點放宮 是不是 那 這個人呢 有可能他現在 就可能在守夜 那他守夜 他在等候神 他就想到 我要好像 那些等候天光的人 那樣等候神 在神面前 我就專注在神的身上 我就很想 神來和我講說話 那這件事 是真的需要操練的 那我稍後都會和大家分享 我怎樣聽不到神的聲音 這裏首先講一些方法 我先講我個人的方面 為何聽到神的聲音 第一 一起讀一下 放下世界 處理生命 讓生命常常安靜 第二 愛和多讀聖經 聖經就是神的聲音 第三 就是安靜中宣告神愛自己 愛慕神 注目在神 第四 留意任何神的意念 包括聖經的華 第二 順服神的意念 讓他成為何了 第六 過後寫下這些意念 第一 就是 放下世界 處理生命 要安靜 世界要放下 第二 鍾意和讀聖經 聖經就是神的聲音 其實你不用說 一定要什麼特別的聲音 有些人說 我想知道的聲音就是 這份工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搬屋 可不可以可以 這些呢 是一些特別的指引 神這些都會帶領你的 但是呢 你首先有神普遍的聲音 神已經說了 信靠祂 親近祂 祂 祂會帶領我們的路 誰可以說 必指是他當選擇的道路 神已經說了 我們有聖經 我們便會放心 其中一樣是放心 不用那麼吹逼神 你一定要快點回答我 第三 在安靜中宣告 神愛自己 愛慕神 住不在神身上 神在愛我的 神喜歡我的 我又愛慕神 住不在神身上 這個就是聽到神聲音很重要的 就是經常想著 神現在愛著我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第四 留意任何神的意念 包括聖經的說話 有時會彈一些 聖經的說話出來 第五 信服神的意念 讓祂成為何樂 怎樣信服呢 神叫你 你遙恕這個人 好吧 我遙恕吧 接著會下一句 你明天見到祂 你跟祂說些好說話 你對祂好些 你不要再生氣 下一句 你便開始想 不要生氣 讓我先想一下 好吧 神說 我就算了 不要生氣 神便會再感動 你見到那時候 你嘗試笑 祂便會一路一路一路落 即是一條河流 祂便會提醒你 你有甚麼 神一路感動你 第一步 向祂傳呼聲 你便說 好吧 我想向祂傳呼聲 然後有意念 如何傳呼聲 神感動你 首先和祂做朋友 即是會有些意念出現 然後在意念出現 我要和祂做朋友 然後我如何開口 神要如何開口 你問耶穌 耶穌又會給你一些意念 我如何和祂開口 在這個過程 可能是一種對話 即是一個河流 即是會連續地落 我自己來說 我收到很多 教導的意念 是特別多 以及廣道的信息 我收到很多 我這些廣道的信息 全部都是在我祈禱時領受 即是我如何祈禱 多謝耶穌 感謝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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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愛 其實在我們親近神的神 尤其是敬拜 你會有很多意念 有些意念 應該我會帶大家去敬拜 你會發覺 有些意念是這樣的 神真是好 這是我想的 但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其實就是神在裡面運行 即是我們會有很多意念 神真是好 神真是祝福我們 神真是關心我們 這些意念 其實是神一直在做事 我們不要說 這些不是神的意念 我有很多意念 很多教導其實是很完整的 大家都聽過 輕鬆得性 處理生命 如何不被人影響 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意念 都是複雜的意念 或者是從神的角度看賣物 發揚神屬性查經法 都是一些複雜的意念 但是神在祈禱的時候 神會給我這些意念 有時候是在我教導的時候給我的 有時候我講我 神就忽然給我一個例子 這些都是神會跟我們說話 每個人同的 有些人就會收到 更多關於人的事情 即是 怎樣為一個人祈禱 我們下個禮拜會講到 這個 怎樣聆聽 為人祈禱的 這個 知識言語 或者是先知性的恩賜 但我們這次主要講到 人怎樣安靜 怎樣領受神 對我們個人的聲音 因為你有這一步 你先幫到下一步 去到下一步 你沒有這一步 你去不到下一步 這個是需要我們這個禮拜 是安靜在神面前 還有你有什麼領受 你就寫下 你寫下的時候 你就可以提自己 所以我寫下的時候 我就擺著自己 因為我發覺 不擺之後又要去拿 拿了我寫下 那就不用記住 留意聖靈意念的河流 這個河流 跟我們普通想出來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不是來自思想 不是用邏輯編排出來 可能是自己沒有想過的 是合乎聖經的 對我們的情況有幫助 或有特殼 當我們信服就會平安 在全呼音或敬拜時 尚有聖靈的留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不是你 好了 我現在想一下 我怎樣做呢 你這樣就是你想事 我要分別 你在等候神的時候 你不是我要想怎樣做 雖然在我們想的神都會做事 神都會做事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想事 那些時候神都會做功 但是 當我們想操練 更多聆聽到神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就不是去特地想的 我們就可能聽一些詩歌 思想一些經文 然後可能有一些意念走出來 而這些意念呢 不是用邏輯編排出來的 但不是代表它沒有邏輯性 但它是未必你用邏輯想到出來的 其實有很多這些意念 譬如我太太 她都告訴我 有時她要解決一些 學校處理那些很複雜的問題 甚至有些是一些 那些 Excel 啊 那些工作 那些複雜的東西 她會在發夢 忽然間收到這個意念 如何處理 跟著她入口 開來看 就說 你就坐在這裏 跟著她入口開來看 咦 真是坐在那裏 那這個很明顯是神的意念 但是她當時來說 她不是用邏輯發夢 她不是故意去想的 也有時她說 她醒了 在廁所的時候 她就會收到這些意念 如何處理某些問題 是明明都不會想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神會跟我們說的 其實我們 早上和臨睡之前 是很多時候 會收到這些意念的 有時是沒有想過的 即是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譬如我有些 譬如說 瘋子佬怎樣罵我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不是我想出來的 是神彈給我的 即是有很多神給我的意念 都是祈彈給我的 不要吃垃圾 也是神彈給我的 祈彈一些意念給我的 而這些是合乎聖經的 不是違反聖經的 對我們的情況有幫助 和有突破 可以有突破的 當我們順復就會平安 而在傳呼音和敬拜時 上有聖靈的降落 為何會有聖靈的降落 你在傳的時候 你不是 我現在想下一句說什麼 你說了一句 跟著就出了 這個就是在傳呼音的仇會 敬拜時又是 你一邊讚美神 跟著又出那些意念 神如何美好 當謝天婦如何 就一邊出 所以其實你留意 在敬拜時 你出到那些意念 已經是神的意念 不要想著 一定要出一些很神奇的 一些很異常的意念 有一些很普通的 就是說 神什麼都預備好了 不用擔心 放手 可以是這麼簡單 這些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有很多意念 是我們大家平日已經知道了 因為你已經熟悉聖基 你已經知道很多這些意念 平日留意神的意念 就你睡著 或者剛剛睡醒的時候 會有很多時間 聽到 或者讀經的時候 聽到 有些什麼意念 你可以寫下 雖然整個地方 你可以在Facebook 可以聽回 但是 有時候 你突然在那裡 收到一句話 我應該怎麼做 你就可以在那時候寫下 還有 有時候 你做簡單的事 洗碗 行路的時候 忽然間就有個東西彈出來 有些意念 可能違反我們的想法 本來你想這樣做 但是神就告訴你 你不要這樣做 對神的工作的讚嘆 也是神的意念 就是說 神真是好 這個其實也是神的意念 親近神的時候 喜樂 都是神的意念 親近神 好開心啊 感謝神 這個都是神的意念 不要當正這些 就一定不是 一定要其他 比較奇異 等候神的時候 可以做些什麼呢 第一 就是心中保持安靜 讓人靜 安靜 聽敬拜師歌 或者思想經文 思想神和他作為 忠義神 喜樂神 或者想像在神面前 或者天堂 都可以想像圖畫都可以 一些情境 你看那個情境 又可以想像天堂 這些是你可以做的一些方式 不是一定要怎麼做的方式 這一陣子我們就會用詩歌 來帶領大家去安靜一下 就是在 嘗試留意一下這一陣子 有些什麼意念出來 當你有這些意念的時候 可能有些很普通的 可能有些就是 我愛你 一神說我愛你 我愛你 我祝福你 我跟你一起 我會為你開路 你不用擔心 這些事我知道了 我會照顧你的 你不用再為這些擔心 可能這些你都聽過了 但不要緊的 但當你一進去 你肯聽的話 他就會給你多些 你可能忽然間就很感動 是啊 其實我一直都不用那麼擔心 為何我那麼擔心 阿神啊 原來你這麼好的 你忽然間很感動 你任何的意念都能入 你都可以很感動 我再解釋一次 譬如你已經想了很多次 哎呀 很多煩惱 也有經讀徒提醒你 不要煩了 依靠耶穌 但你有時在等候神的時候 忽然間說 我為什麼這麼煩呢 其實神什麼都搞定 神什麼都照顧 我不用煩的 那你一想一想一想 是啊我可以不用煩 為什麼我這麼煩呢 我可以做人更開心 可能你會很開心 或者很感動 這個都是 你讓這些意念 醫治你 這個我經常都有 有時我在等候神 我忽然間就想哭 我一想到神那些好 我就想哭 那這個都是神可以用的方式 來到去醫治我們 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這樣的意念 我們五時boo 我們坐在各位